Hello大家好,我这里只有2G信号,勉强可以打打电话 我在上网,我决定给家里通一条宽带 但是我这里最近的宽带的接入点有个2500米左右 我自行连接线员他们说,普通的入户关线不能用,必须用光缆 如果让他们来走线的话,4块钱1米 这么算下来大概就需要1万块钱,我才能上网 这个成本太高了,所以我决定自己买线走线 现在线已经买回来了,我们去看一下 中国通信光缆 四星国标光缆 淘宝买的最便宜的7毛5亿米 说是国标的,但是我感觉跟路边挂的那个有点不一样,太细了 路边那个最起码是这个两倍,出息不管了,反正够便宜嘛 只要能上网就行 我问那客服有多少斤,人家说200斤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公斤,反正挺沉的 总共买了有2800米 然后这个线从深圳发到我们线 物流只需要150块 然后从我们线,我找了那辆车 拉到我们村里,又花了我150 最后这2000多米,我们这没有路 是这辆三轮车拉上来的 等会我们就去放线 就走后面这个大山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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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好 我是底端人口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上网了 太热了 大家扇子扇一扇 测了一下光摔 是-22 我装的是200兆的连通宽带 它的上行有个5兆左右 下行有个15兆左右 延迟的话玩游戏没问题 在YouTube可以流畅观看1080p视频 上传了一个三个多季的视频 花了半个小时 不过对我来说 有网上已经非常满足了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怕线断了 再找人家来融头 好贵好贵的 400块钱 刚开始说350 走到半路人家说不来了 又加了50 等于400块钱 融了八个头 不过现在能上网 真是非常开心啊 赶紧夸夸我 嘿嘿嘿 反正看到了就是缘分 给个订阅吧 嗯 就这样 拜拜 好贵 好贵 这就是这个位置 解锁下来 我们试试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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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旁 一旁 外面投稿 改走了 加雾 打卡垂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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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